你好 欢迎收看7月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国民党第三波的国会说明会 6号上午在吉安国小活动中新举行 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国民党立法党团总招傅昆琦 再次跟现场的民众说明 国会改革的重要性 以及国民党未来所要推动的相关法案进行宣讲 包括持续推动财政收支划分法 80岁以上废除巴士量表 保障老人就医权益等法案 由将近2000名的民众来参加这场说明会 说明会一开始 由国民党花莲县党部主委卢欣荣 前校长游淑珍 其花莲县议会国民党团议员们 与分上台进行宣讲 县党徐正蔚也到场出席 国民党立院党团总招傅昆琦 也以投影片说明国会改革重要性 希望民众看清楚民进党的本质 民国83年 民进党的提案 林卓水 柯建平 所有这些人 叶曲兰 红旗桑 来 下一页 是多少年以下有期徒刑 7年以下有期徒刑 看到没有 7年以下 沈沪雄 李秀宏 陈真本 孰家全市长的柯建平 7年以下有期徒刑 这是民进党过去对人民的承诺 但是今天他执政以后 我们推进这调查 让人民有权 国会有能 来查所有贪污腐败 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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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结果民进党 哭天抢地 鬼哭神号 他们自己的主张 现在说这是违宪 这是扩权 号召了这么多 被他们诈骗的 青年人上街头 民进党 就是诈骗之国 谎言台湾 一向如此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提到 民进党反对国会改革 主要原因是要维护党的权益 担心光电弊案 快筛弊案 跟鸡蛋弊案会被揭发 动摇民进党的党本 而国民党就是要让全民知道 国民党会坚定和民众站在一起的决心 本来国会改革 是个很单纯的事情 是一个大家都主张的事情 结果 民进党 拼死拼活 拼死拼活就是要反对 官员不能说谎了啦 不能作弊了啦 到时候来立法院 光电的弊案 快筛的弊案 鸡蛋的弊案 这些所有的弊案 一个一个揭发 这就是动摇党本啊 所以他们是为了政党的利益 今天坚持拼道理 没有是非 没有任何道理 所以 所有我们的党员同志 所有我们的支持者 所有正义感的朋友 为了台湾的未来 为了我们的公平建议 一定要力挺国会改革 弹就说好不好 好 而对于现任海基会董事长 郑文燦 于是在担任桃园市长期间 土地开发案涉贪遭深压 朱立伦表示 郑文燦过去担任八年桃园市长 一年多行政院的副院长 手握权力之大 接手案件太多 一定要查清楚 除了误网误众之外 也要赶快理清 借刘米胜花莲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